谢谢主持人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好 本来我这个题目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临时我做了一个小的变动 因为时间有限 集中谈一两个问题 今天是《九评》发表20周年 我也参与过好几次讨论《九评》的会了 那在20年后的今天 《九评》仍然有它的阅读价值和意义 《九评》仍然有它的阅读价值和意义 《九评》揭露了中共的罪行 说起中共的罪行 那真是庆祝难输 就最近几天 有一部电影纪录片 《国有器官》正在播放 这部影片就是揭露中共搞活摘器官的暴行 说起中共活摘器官这件事 自从本世纪初 首先是法轮功的一些媒体揭露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一般人都难以置信 他们尽管知道中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但是还是想不到 这种坏事也能做出来 居然可以在活的人身上摘取器官 那么这个《国有器官》这部影片 还有以前也发表过不少的一些报告 严谨报告 还有一些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我想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那么这里我只要补充一点呢 其实在中共官方的媒体中 也间接的证实了 中共就是在搞活摘器官 那中共前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 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 就讲到 讲到器官移植手术的问题 他说在中国 器官移植手术 这个做来手术的器官从哪来的 这是个秘密 一年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 也不知道 你记者不明白 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他说这个意思你一想就明白了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大家一想就很清楚啊 因为在中国啊 你做了如果器官移植 移植的器官从哪来 那就说明它不限于 从所谓的自愿捐协者那来 也不限于从所谓死刑犯上那来 还可能有别的来源 一年做了多少手术 是个秘密 为什么是个秘密 如果你公布出来 做了多少手术 而这个手术 而你中国一年 也有多少死刑犯 这个是有数据的 中国一年 有多少质量捐献器官的人 这是也有数据的 如果你前一个数据 远远的超过 后面两个数据 那就说明有大量用作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 不是来自死刑犯 不是来自那些自愿捐协者 而是来自于别的大活人 那么我们知道 就像黄秀佛自己讲的 中国是世界上 自愿捐协器官率最低的国家 这当时几年前的了 现在他搞得很多很多了 就是不到百万分之零点六 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间还没有一个 那十亿人中间也就是只有六百个 十几亿人也就六七百个 中国固然是每年执行死刑 全世界最多的国家 当然他也就是两千个左右 而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 按照很不完全的公布 都在几万 你想差距太大了 而且我们知道做器官移植手术 不是说随便一个人的器官拿来 就可以做手术的 他要看你这个人的器官 和要做手术的器官是不是相匹配 平均每三到五个人中间 才能找到一个相匹配的 那中国按照中国的统计 每年的光是光是这个全肝的移植手术 就有四千多粒 而你按照这个算法 要三五个人中间才能找到一个相匹配的 那就需要一万二千个 或者到两万个 那个器官可以 这个有器官能在等着你的 而中国使用发现它两千多 加上你的自然捐献者 才七八百 差的太多了 差的太多了 这个数据很惊人的 而且我们知道 所谓器官捐献者 那美国有很多器官捐献者呀 有很多你考驾照啊 他要多叫你千个 你愿不愿捐献 那你说你死了以后 你的尸体 你的器官可以捐献 所以他有几百个器官捐献者 不等于说每年都有七百 几百人等着你的 那完全是两回事情了 但这个数目相差太大 所以就连黄杰夫本人 他都说这两个事情 不能说 但他已经间接地告诉我们了 既然中国每年执行器官移植手术的量 是每一年你执行死刑 人数的量和你的志愿捐献器官者的 几倍几十倍 那就说明中国有海量的器官移植手术 器官是来自于大的活人 而且还来自于那些人的 那些人他不但是大活人 而且那些人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中 所以他在哪哪些了 他能及时把调过去呀 他不能临时来找啊 那就说明他那有一大堆 所以人家包括中共的官媒 包括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我们都知道中共大外宣呢 他都说在中国大陆一定存在着 一个庞大的地下器官市场 那存在着大量的用来准备 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活人 他们不但见过血 检查过他们的血型 检查过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 相应的指标 因此哪边需要了 马上就可以查到 就得找出来 把张三 如果新疆有一个人 得了某种病 要做某种手术 这边北京有一个人 他查了半天 北京刚好有个人 跟他合适 他必须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 他不但掌握着这些人的 有关的资料 而且他能够任意的使用 而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位黄杰夫 卫生部副部长 他就是全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委员会的副主任 他就是干这个 全国有多少器官 他都清楚 在哪个什么地方 他就是干器官移植的 他还有一个职务 是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副主任 这就告诉我们 搞器官移植 首先的主要的就是为了中央领导干 所以很多 大家前面都知道 原来一个文化部的副部长 高占祥就咱们 他说我身上都没有多少零件是我自己的了 他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 但从数字就看得出来 那可以说当今世界上 这个最长寿 享受最优越的这个 卫生保健条件的 在于的莫顾于中共高级官员 这个群体 其中器官移植是中间非常致命的 那你从这 这还是黄杰夫讲的 披露的东西还是中共大外宣 包括中共官媒 像南方周末都讲到这个事情 他说过去有段时间 在国外有种风气 就到中国去旅游 干什么旅游 器官移植旅游 因为你在任何国家你要器官移植都很难 难就难得你找不到匹配的器官 而唯有中国 你只要说好 马上就能够找到 所以当时很多外国的人都争先恐吓到那去 所以他特别指出一点呢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 海量的增加 发生在哪一年 发生在2000年 也就是中共在镇压法轮功之后 在那2005年 全国这个 器官移植手术的量 比起1999年 增加了十倍 增加了十倍 到了2005年 又增加了三倍 这个时间刚好和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同步的 所以连南风周末这个报道 中共的官媒都说 说一定有个庞大地下市场 而其中 写得很清楚 法轮功学员 中共的一些 被劳教的一些 劳教人员 这些拐卖的妇女儿童 都可能是这个庞大器官市场中间的一员 他这个说的很对 但是只有一句话不对 说他是地下的 他不可能完全是地下的 也就是他一定是中央的 一定是国家的 只有国家 他能掌握着全部资源 你几个 你几个人没非坐在 可以把某个人给抓起来 把他取出来 你取出来给谁啊 你怎么知道哪个地方需要呢 对不对 这必须有一个机构 他全国他都知道 哪个地方需要 什么样的手术 做医治什么器官 哪个地方有他相适合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配体在那 所以这里是一个庞大的 以国家为国家政权 相支 作为支持的 这么一个犯罪活动 这个活动 这个罪恶之大 实在是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件事情 予以充分的揭露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有关 关于法轮功 法轮功过去 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和电影 我想这个 这一点 我觉得是我们接触中共最新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就想这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大家